北京时间12月13日凌晨 深花球员毛建青连发三条微博 透露了自己离婚的消息 但是他已经删除了其中的两条 只剩下了最后一条 在微博中毛建青写道 人生就这样 把聆听品味细想考虑判断 又能怎么样呢 因为你们从来没有了解自己的回忆 何必在乎 为何在乎爱的人只有一个从未改变 但结局是因为我的错 害怕了 从这条微博中 我们不难看出 毛建青把离婚的责任 全部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毛建青与妻子相识于2006年 两人于2011年结婚 婚后二人育有一子 近些年 中国的足球明星离婚的不在少数 在今年的中超联赛 上岗确定夺冠之后 上岗其国家对主力门将颜俊龄的前妻在自己的微博上发文 趁自己早已与颜俊龄离婚 也希望大家不要再和他提起颜俊龄这个人呢 在颜俊龄之前 江志鹏的离婚案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在2017年是预赛输给伊朗之后 江志鹏前妻就在微博上开始讨伐江志鹏 随后江志鹏回应 到自己已经在2016年 就同妻子完成了离婚手续 而据当时负责江志鹏离婚关系的律师透露 二人的离婚官司前前后后耗了两三年 法院已经做了二审判决